当地时间4月5日 乌克兰总统斯林斯基在全乌克兰电视直播中表示 俄乌谈判的条约中 关于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条款 乌克兰连谈都不会谈 关于加入北约 乌克兰已准备好了 明天就加入 如果北约提议误加入而不是开玩笑的话 乌克兰就准备加入 他还表示 如果各方希望结束战争 包括西方伙伴 那么还需继续努力 在美西方不断拱火作用下 俄乌局势愈演愈烈 舆论指出 乌克兰危机的最大推手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北约不断通过 并在俄罗斯周边国家 部署武器触及俄罗斯安全红线 危机发生后 美国和北约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火上浇油 并不断加大对俄制裁 让局势更加复杂紧张 当地时间4月1日 乌克兰最高拉达宣布通过一项法案 认定俄罗斯为恐怖主义国家 谴责俄罗斯的军事入侵 并禁止在乌克兰境内使用 作为其象征的字母Z和V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文解释称 Z代表为了胜利 来自俄语胜利的首字母发音 同英文中的V意思一样 V代表真理就是力量 和任务必将完成